哈喽大家好,我是猫狗兵 今天这期节目我想聊一个曾经火遍全国 现如今已然销声匿迹 仅停留在大家回忆中的产品 QQ宠物 这个最早于05年初启动的项目 是腾讯早期的重要营收来源之一 但随着时代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其产品定位也发生了数次巨大的变革 从桌面工具到虚拟社区 再到独立IP的网游作品 努力求变的Q宠却没有能够走向辉煌 而是日渐末路,乃至彻底关停 Q宠物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在发展过程中做过哪些重大改变 背后的动音又是什么 耐心看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Q宠物最早于2015年初的 Q贺岁版中开放测试 并于同年6月正式上线 设计着就地取材 使用Q的企鹅logo作为最初的宠物形象 公企鹅会带着红色围巾 而母企鹅则带着粉色围巾 上线一周年时 Q宠的同时在线用户数就突破了100万 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虚拟宠物品牌 虽然腾讯并没有透露这个项目的灵感来源 不过经过我的一番调查 我认为Q宠物可能存在两个重要的参考对象 分别是Pets系列和微软的Microsoft Agent 1995年美国游戏开发商PF Magic 在PC上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 模拟真实宠物养存的游戏 Dogs 售价20美元 它的玩法大致是这样的 游戏开始时 玩家可以从五只小狗仔中领养一只 并在桌面上对它进行喂食洗澡游戏的操作 并让其最终找到为一只成年狗 幸迹的宠物动画和新颖的生意理念 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公司于是顺利承担了 在96年推出了养猫版本的Cats Pets系列就此诞生 在后续的几代作品中 开发者为其加入了很多强大的功能 比如宠物拥有自己的性格 多只宠物间可以发生互动 宠物可以配种 并根据一定的遗传法则诞生后代 PF Magic还建立了专门的论坛 供玩家们分享自己的宠物 上传自制的补丁等等 Pets很快成为了当时欧美市场 最热门的虚拟宠物游戏 不过好景不长 这家企业于01年被预备收购后 产品质量出现了下滑 预备用Pets IP出了海量的续作 玩家不仅可以养猫 狗还可以养马 养仓鼠乃至养独角兽 然而这些游戏的发售平台 从PC改到了GBA NDS等掌机之上 玩法创意方面也没有太多突破 这也让这个IP最终被血仓 目前Steam上只能买到一个 07年养马版本的Pets 虽然这个游戏系列在国内影响力很小 但个人认为其产品形态与Q宠物是最为接近的 可以视为其直接的玩法来源 至于Microsoft Agent 大家可能就更熟悉一点 大约在95年左右 微软在一个和斯坦福大学合作的研究中得出结论 拟人画的形象 可以带给电脑用户更好的交互体验 于是在97版的Office中 引入了一个名为Office助手的共同模块 台湾阿特伯里设计的取别针成为了默认的助手营象 其他可选的还有法师 七小板 机器人等等 从本质上来说 Office助手其实是融合了帮助加导航功能的一个简单AI 不过先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取别针的理解力完全是人工智障级的 根本无法帮助到用户 而且还存在站内存 档事业等问题 让大家不堪其扰 甚至被时代杂志列入到了50项最差发明的行列中 于是到了03版Office 微软就将助手功能默认隐藏了起来 瑞兴的小世子卡卡同样是Microsoft Agent功能的产物 它会在杀毒的时候触发动画 在空闲时间自娱自乐 在待机时发出极为逼真的呼噜声 或许是因为瑞兴的功能较为简单 大家对于小世子的恶感并没有取别针那样强 不过随着温期系统彻底移除了Microsoft Agent 卡卡也就此成为了回忆 取别针和卡卡虽然不像KU宠物那样具有养成要素 但是它们的普及率要比PATC高出了太多 也让大多数那个年代的电脑用户 对于软件搭配拟人助手的组合有了一个基础认知 KU宠物的宠物炫功能就有一些助手的成分在其中 可以认为KU宠物就是桌面助手与虚拟宠物游戏的结合体 那么又是谁主导了KU宠物的开发呢 其实就是后来淘米的创始人汪海斌 204年华中科大计算机系毕业的他 在被网易技术部拒绝后入职了腾讯 当时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深度体验了国内外最热门的互联网网站 并凭借直言感见的性格得到了高层的赏识 KU宠物项目也就落到了他的身上 205年月底 KU宠随着KU贺岁版进行了内测 相信许多接触过初代版本的人 对他的印象就两个字 难养 早期的宠物正常情况下 饥饿值每分钟会减少两点 在线六个小时就需要喂食一次 清洁值也每分钟会减两点 每在线三个小时就需要洗澡一次 所以早期就算把宠物简单挂着 如果没有及时的喂食和清洁 宠物很快就会生病 如果不问诊就给宠物瞎买药 吃错了他还会抱怨说 主人小害我 状态会下降的更厉害 你看光健康养着就已经十分不易了 更别提还有许多宠物炫 装扮玩具等等 需要元宝解锁的内容在诱惑着你 许多没看过攻略的玩家 很快就会花完官方初始给的无外元宝 而获取元宝的途径 除了客QB外 就是宠物打工 然而一到四级的宠物打工每小时 只能赚到20元宝 完全是入不敷出 所以那时候的玩家 都要精打细算的用好每个元宝 食物只买60元宝的香瓜果冻 或者鱼形取奇饼 日用品就用20元宝的毛巾和香皂 还要时不时的去逗他开心 把心情值拉满 加快成长速度 好不容易到了15级可以结婚了 戒指的价格高低 又会影响宠物间的爱情值 进而影响后代兽性 可以说早期的Q宠养成树脂 卡的相当死 耗时耗神 充值诱导性很强 甚至有不少玩家求助于外挂 值得一提的是 公测初期版本的宠物 实际上是所谓的一代宠物 寿命只有3000小时 刚上线时 官方还搞过名为 Q宠物一代冲击总动员的活动 用奖励来刺激玩家 在期限内进行数值比拼 不过也不是所有玩家 都会于心不忍或者母爱饭了 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甚至是课金 来养活这只卖惨要钱的企鹅 在当时还有玩家乐于研究 怎么弄死这只烦人的数字宠物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一直挂着宠物 让他不吃不喝 然后生病不治疗 最后宠物去世以后 直接埋葬掉 但有些玩家并不满足于此 异想天开想出许多花式死法 比如过老死 毒死 撑死等等来发泄不满 其实这一侧面反映出 Q宠的早期版本设计 真的挺不友好的 总结一下吧 最初的Q宠明显 就是奔着创收去的 在一批用户抱怨胜中 他也确实挣到了不少钱 根据一份流出的 2017年腾讯内部的 Q宠用户调研报告的数据 Q宠用户的总体付费率 高达68% 付费用户平均 每月花费的定额为7.8元 这个数据在当年来看 已经非常优秀了 翻看05 06 07年的腾讯财报 都有专门的部分 讲述Q宠物对于营兽的贡献 不过在同一份报告中 调研人员也指出 Q宠存在未养 贵于麻烦 用户花费的钱都用于养 而不是用于完等一些问题 改革与迭代 势在必行 2017年初 蹭着即将到来的 能力猪年的热度 腾讯推出了 继宠物企鹅后的 第二宠物 宠物猪猪 这个产品可以视为 对企鹅的一次小迭代 首先宠物猪形象的 擬人感更强 而且会随着成长阶段 改变外形 其次猪猪的养成 加入性格设定 让宠物更加个性化 再次猪猪的养成难度 也有所下调 6G前可以在托儿所 免费吃饭 洗澡 看病 大大改善了新手玩家的体验 然而除了养成难度下调 和造型不同外 猪猪这款产品 并没有在玩法层面 做太多创新 再加上猪猪的形象 相较于企鹅 这个腾讯机箱物来说 辨识度较低 因此它在猪年期术后的存在感 就大幅降低了 可以说是个比较失败的迭代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宠物猪猪推出的时候 腾讯公布了一个巨型flash 其中暗示除了企鹅岛 猪猪岛外 Q宠世界 还有其他岛屿的存在 可见当时就已经有了 关于宠物型的后续规划 就在Q宠处于巅峰的2007年 一件改变其命运的事发生了 国庆假期结束后 以晋升为项目总监的汪海 并因为家庭原因 带着下属郑州里等人离职 到上海创立了桃米 并开始模仿国外虚拟社区 企鹅俱乐部研发摩尔庄园 08年4月 摩尔上线后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年内注册账号就突破了5000万 成为了儿童市场的绝对王者 这样的创业成绩 自然引起了老动家腾讯的关注 尽管Q宠处产品部 继任总监张寒进 在2019年8月的一期 夜内沙龙中表示 Q宠处中14岁以下的用户数并不多 因此腾讯与桃米并没有直接冲突 然而实际上 Q宠项目部对桃米的崛起 摆出的却是全面对抗的姿态 当时Q宠项目部 在沿的重点产品 共有三个 一个是将老Q宠 做大改造的新版社区计划 一个是第三个Q宠物熊熊 及其对应的女性向虚拟社区 小熊梦工厂 最后一个则是代号Indro 日后影响力巨大的洛克王国 这三个产品 毫无疑问 都是桃米旗下游戏的直接竞品 这么看来 张老板没有直接冲突的表态 就有点口闲体正直的味道 可以说桃米的成功 倒逼Q宠产品部的定位 从做虚拟宠物产品 转变为了做儿童业友 并最终导致其在10年改组为 魔方工作室 说回09年的这次沙龙 张航靖在其中 还聊了他对于Q宠数据下滑 和产品未来转型方向的思考 他先是表示 当时的Q宠是一个注册用户破两亿 且在巅峰期最高同时在线 曾突破过150万的成熟期产品 不过随着其他产品的崛起 Q宠物被分走了不少流量 进入了下坡道 并且承认Q宠物在过去 确实存在逼刻的问题 在谈到如何应对衰退时 他主要说了两点 一 升级宠物AI 确保Q宠物能满足陪伴的需求 而不是骚扰用户 抓住用户的空闲时间 二 做免费化转型 通过在新版社区集成的各类小游戏 增加元宝的获取途径 降低用户养成难度 以换取玩家对Q宠社区的粘性 在确保玩家技术稳定后 再考虑营兽的问题 腾讯的2019年年报中更是明确写道 就Q宠物而言 我们为提升使用量 将产品过渡到多人社区平台 而减少商业化活动 故相关收入减少 我们将对Q宠物重新定位为一款 以低龄青少年为目标的游戏 并预期该产品在日后将带来较少收入 那么这个2019年年终上线的 Q宠新版社区到底是什么样的 相信不少年轻玩家对它还是比较有情怀的 风雨广场 下趴海岸 粉钻雪山 瓦里步行街等经典场所 就是在这次改版中登场的 而且制作组也的确兑现了 提供更多元宝获取途径的承诺 不少玩家一定还记得 社区里的横版格德小游戏古堡战绩吧 这个游戏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许多玩家也曾自发的学习讨论连招技术 掌握好无限连招节奏的高阶玩家 差不多20分钟就可以打破长毛怪 科学怪人以及狼人三个boss 用积分兑换100多个元宝 早期版本的古堡战绩粉钻不限次数 平民玩家每天也可以玩三次 可以说是非常慷慨的元宝投放途径了 风雨广场的小游戏 密室探险的奖励也同样不少 在这个俯视角走迷宫的小游戏里 玩家需要灵活移动并合理配合道具过关 运气好还可以额外获得日用品和食物 帮助不带爷爷送信也可以获得元宝奖励 这其实是个引导型的任务 让玩家以送信的形式认识新的NPC 每送信成功一次就能将NPC点亮 要是该地区的NPC全部点亮了 玩家就能获得包含食物 日用品及现实装扮的大礼包 其他小游戏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 新版Q宠社区的小游戏质量其实并不差 而且只要你肯干 元宝的缺口已经没有值钱那么大了 那么为何Q宠社区没有能够像摩尔和奥比一样取得巨大的成功 反而有点自费武功 让一个原本能挣钱的产品没落了 我个人认为 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历史包袱实在太沉重了 首先在09年这次更新前 Q宠并不是个面向儿童的产品 宠物结婚等系统显然就不是给未成年人准备的 根据07年那份用言报告的数据 89%的玩家 90%的付费玩家都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 把这样玩家构成笔的产品 给硬拧成一个目标是低龄青少年的虚拟社区 就好比NBA2K为了提顿销量宣布要转型做足球游戏 DNF为了应对收入下滑 把核心玩法改成回合制 有点和自己核心用户对着干的意思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08年Q宠 或许真的出现了成年用户大量流失 需要转头抓未成年用户的可能性 但我觉得更真实的情况或许是 项目组看到逃米成功后 被强行摊派了转型儿童社区对标摩尔庄园的任务 把成年用户群出让给其他腾讯代理游戏 总而言之 这样大改目标受众的举动 让Q宠之前积累的海量用户 并没有被平稳转移到西满社区之中 反而让不少先玩小游戏太麻烦的成年用户 大量流失 在拉新未成年用户方面 总体而言做的还可以 不少零零后都有三修摩尔 奥比 Q宠的经历 但同样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故事性不足 由于Q宠最初并非是网络 相较于摩尔庄园奥比岛 乃至同门师弟洛克王国 Q宠在世界观铺陈和讲故事方面存在天然烈士 当年儿童虚女社区对许多孩子来说 就是每周一更的番剧 而Q宠社区却在故事方面没有做太多探索 真的搞成了个Flash游戏大集合 这就有点失去灵魂的味道了 大家或许会被Q宠社区的一些有趣的玩法短暂吸引 但却对整个社区缺乏代入感 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 新Q宠社区注定只能在虚拟社区的竞争中处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 因为自己不挣钱 Q宠社区在接下来几年的定位 像是个网页游戏的导流入口 一些相对重度的玩法 如太胆之战 甚至拥有独立的帮回联盟系统 自己的客金体系 很像是一个独立的业游 被降维后塞入了Q宠里 然而错 这种枢纽式的游戏平台 就要面临4399网站 我的世界的前后夹击难以应对 在之后 移动游戏到来 网页虚拟社区直接成了个过气的产物 甚至连Flash本身都被时代逐渐淘汰 Q宠社区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 2018年9月15日 Q宠物正式停止运营 至于并不太成功的直系迭代产品 猪猪和熊熊 更是早在13年6月就已退出了舞台 值得玩味的是 虽然Q宠的主系列做了股 但整个Q宠IP却并没有完全消亡 比如依托于Q宠空间的SNS游戏 Q宠大勒斗就至今还在顽强生存 这个10年6月上新的游戏 有着自己的一套武侠世界观 和Q宠其实只有一些造型上的联系 甚至玩家群也不怎么重叠 大勒斗的玩法是以法国游戏开发商Motion Tune 发布于2009年的我的野蛮人为基础改造而来 并做了无数的迭代 不过这要展开 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 除了大勒斗外 宠物养成的玩法 也在腾讯系产品得到了延续 比如现在手机Q宠中 就有一些同样获得了Q宠形象授权的养成类小程序 玩法也还是老一套 畏畏实实洗洗澡打打工 做一些简单的互动的 和最早的Q宠玩法大同小异 然而和当年变着法比你充粉钻不同 现如今这些小程序的获利手段 变为了诱导你看广告 想加速学习 看广告 想翻倍金币获取 看广告 想获得装扮 还是要看广告 在对利益的渴望方面 这些超学性游戏比最早的Q宠还要赤裸 反正我是基本玩不下去的 不够看着标注的下载量级 尝试寻找过去的玩家数量 应该也不算少 只是不知道又能有多少人能留存下去呢 其实这些年来 人们对于陪伴感的诉求 是在不断提升的 19年国内实体宠物行业的市场规模 就超过了2200亿 B站 微博等云氧帽云氧狗大号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哪怕是电子游戏领域 以旅行青蛙为代表的小体量养成游戏 也同样掀起一时的讨论热炒 只能说Q宠在这些年来的很多探索 掺凿了太多复杂的商业考量 以至于没能踩中用户的痛点吧 我认为随着AI技术的提升 在未来还会有更符合当今用户需要 交互手段更丰富的虚拟养成产品出现的 是养猫养狗还是养人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在做这期节目前 我本以为Q宠物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产品 一定有不少资料可供参考 然而翻找了半天 却发现即便是它停服日时 也没有任何一篇报道将它的来龙巨脉调查透彻 更没有人解释清楚 为什么转型社区后的Q宠会走向陌路 在花了不少时间收集和分析资料后 我才总算勉强凑出了一部分真相 也算是全网独一份的 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支持 如果你对中国游戏和游戏行业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